这个老头正准备自杀 只见他刚靠近铁轨就有人抢先一步 老欧看向站台上的人 根本没人在意他的生死 甚至还准备拍个朋友圈 老欧见此直接跳下 把男人救了上来 随着火车越来越近 他终于可以去死了 可就在这时 他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父亲也是死在了火车的铁轨下 于是他想也不想的 爬上站台准备再寻他死 很快他就前往邻居家里借用水果 然后对着自己几十年的 死对头说自己马上就不去死 谁知植物人 邻居突然拉住老欧表达着自己的意愿 可老欧根本不理情 转头离开了这 他先是把管子连接上武器 然后拿着管子打开了发动机 这下终于没人打扰了 在睡梦中 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 那是一个自信大方的女孩 约会时 他只便女孩点了一份牛排 妻子问他怎么不吃 老欧却忐责地说 自己只能够付一份餐费 本以为爱情会戛然而止 可他却直接稳住了自己 就当他陷入回忆时 外面却不停地传来拍打声 暴脾气老欧开门 没成想还打伤了邻居 原来邻居的丈夫 从楼梯摔了下去需要拯救 可他没有驾驶证 所以想让老欧送他们过去 虽然他表面不可耐烦 但还是把他们送去了医院 顺便还担任了看孩子一指 想到次次都死不成 于是他再也忍受不住 准备一刀致命